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米哥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副Bot Game 可以令你突然間搖身一面變有一個領袖 主宰著一個城市要發指城市先 科技先 還是軍事先 而且你還主宰著七大奇蹟的發生 懂得玩的你一定會玩 七大奇蹟對決 Seven Wonders Do 首先說一下這遊戲是什麼牌 這遊戲有五種不同的牌 啡色和灰色這兩隻是其中一種資源牌 大家會看到 如果你買了這張放在桌面面前 代表你會有一個磚 可能是買其他牌的 這張就沒有需要付任何錢 有時候有些牌是需要付錢的 例如這張這樣 它會有1元在這裡 你要買這張牌的時候就付1元 然後就買到這張牌回來 一開始每位玩家會有7元 藍色牌是通常用來長分的 大家會看到有些victory point 在這裡 end game用來計算分數 它們通常都會有一個 建築材料 這個就要用一顆石去換回來 這個就用三顆石 如果是聰明的 你會看到上面會有一個水滴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如果你買了這張東西之後 可以放在你桌面面前 然後你下次在桌面見到這張 它原本要三塊石才買到的 如果你有這張在桌面的話 你就可以免費拿這張 而無視了所有上面的建築材料 直接送給你了 黃色卡通常是你想要錢 或者你想買資源便宜一點的時候 就會買黃色的卡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紅色是軍事牌 大家會看到 如果你買了的時候 有些是一個一個 有些是兩個 對應如果你買的時候 就會加上牌上面顯示 有多少個軍事的標誌 就向對手動這個軍事的標記 如果你買了一張一的 就向對手推一下 如果買了一張有兩個 symbol 就可以推兩下 把這個標誌推到最尾 就代表你立刻以軍事 就贏了這場遊戲 綠色牌有什麼用 綠色牌就是一些科技牌 上面有不同的標誌 如果你存在六個不同的科技標誌 你就會立刻贏這場遊戲 以一個科技去取勝 它有時候會有這些 如果買的時候 它也會值一個 有些就沒有 同時間 如果你同時擁有 你買了這張 然後再買了一張 相同標誌的科技牌 有什麼用呢 你就可以在這裡 就隨便選一個標誌 然後就可以立刻發動它的效果 每個標誌有不同的效果 我這裡就不會詳細說的了 在遊戲階段 每位玩家就會輪流拿一張牌 然後在三個行動裡面 選一個行動去做 第一個行動是什麼呢 第一個行動就是 玩家拿一張牌 然後放在他的桌子上面 他就永遠擁有那張牌 第二個行動就是 可以拿一張牌 然後把它放進氣牌區 然後就可以拿兩元 這樣的情況 氣牌的時候會多拿些錢 例如如果他一開始 已經有一張 黃色在這裡的話 他下一次每次放一張牌的時候 可以先拿兩元 然後每當他有多一張黃色的牌 在桌子上面的時候 他可以拿到一元 即是代表他一次 今次可以拿三元 聰明的你應該會發現到 有些牌是沒有被蓋住的 所以牌沒有被蓋住的時候 就可以反轉 玩家就可以選擇 選擇不選擇這些牌去拿 而第三個行動就是 拿一張牌 然後反轉它 然後當你有足夠的資源 去建造你的奇蹟的時候 你只需要把這張牌 放在Wonder的下面 然後就可以建造這個奇蹟 然後發動它的效果 每張奇蹟有不同的效果 我這裡都不會特別 提到那麼多的 7 Wonders Duo 其實我個人覺得 是一種很好玩的二人遊戲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算在前期輸 Victory Point 你可以用一個戰力 或者是一個科技 即時贏這場遊戲 其實變數是非常之大 而且重玩色都很高 所以我絕對推薦大家玩 這條影片 真的很要名證 GamesOn 他們有一個Facebook專頁 如果大家想買些什麼 大家可以回到這條連結 或者下面的Description 去到他們的Facebook 他們可以幫忙訂起 或者在上面玩也可以 對了 那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更多這個Bot Gaming影片 好 懂得玩 一定要玩 7 Wonders Duo 好 好